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 泰国养蜂叶在世界蜂蜜生产行业中排名第36位 在东盟位居第二 仅次于越南 预计未来三年 泰国乃至世界市场对昆虫产品的消费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因此 泰国必须加快蜜蜂培育速度 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然而 泰国蜂农一直面临着蜜蜂食物来源短缺的问题 为此 蜂农不得不使用具有多种优良功效的人工花粉补充剂 代替天然的花粉蛋白 为蜜蜂提供食物补充 这种高价蜂粮作为产出优质蜂蜜的前提 也给蜂农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 青麦大学在农学院昆虫学与植物病理学系巴查利博士的带领下 研究团队发起了一项名为《带用蜂粮》的创新研究 致力于开发一种适合蜜蜂的营养补充剂 助力蜂农高效养蜂 降低蜂农使用营养补充剂和移动养蜂箱的养蜂成本 并持续为社区提供帮助 推动社区经济发展 由于蜜蜂食物来源短缺 蜂农必须根据季节更替规律 将养蜂箱移至龙眼园 荔枝园或灵区等地 使得蜜蜂能从季节性花卉中采集花蜜 在采蜜期结束后 为了避免蜂巢附近的蜜圆短缺 从而导致丢弃蜂巢问题的发生 蜂农必须为蜜蜂提供充足的食物补充 通常情况下 蜂农会使用含有消化植物纤维和发酵酶的微生物发酵剂 增加蜂粮原料的营养 但由于大多数植物原料消化率低 蜜蜂对补充剂的利用率也很低 这就导致蜂农自产的营养补充剂 无法满足蜜蜂的营养需求 为了提高蜂粮营养和消化率 蜂农必须通过购买昂贵的发酵酶来解决蜂粮生产问题 为此 研究人员就地取材 利用当地价格低廉的农业材料进行蜂粮的研发 从而降低蜂粮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 科研人员还与当地机构和农户合作研发蜂粮配方 例如 利用帕瑶府的邦卡皇家项目基金会项目发展中心 在蔬菜生产和切割过程中被降解的西红柿、哈密瓜 还包括与青莱动物饲料研发中心合作过程中 被降解的龙眼和波罗碎等农业废料进行蜂粮的生产 在增加农业废料价值的同时 也减少了社区中的浪费 目前 该创新项目得到了帕瑶大学 畜牧业发展部 Inplus Agro有限公司和Guntun养风厂等机构的支持 项目合作研究网络也在2021年度预算的基础上得到了扩大 同时 进行了各部门之间的科学整合 使其成为综合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同打造从上游到下游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由青麦大学农学院卓越综合中心打造的 带用风凉创新研究项目 在2022年 农业与合作部举办的2022经济农业创新大赛中 荣获最佳创新类亚军 以上就是我们青麦大学播客今天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